海贼王,大和会成为打败凯多的关键吗?或许他是铁了心想要坑爹? 当决定与陶之柱分开行动时,大和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战斗了 陶之柱说陆飞和凯多在进行单挑,大和非常兴奋,他肯定是想要尽快地去掺一脚 陆飞与凯多对红之后掉下了鬼岛屋顶,现在他还需要有人来帮助他度过这个缓冲期 或许大和会成为陆飞打败凯多的关键人物 为什么大和对凯多如此反感呢?他明明是个女生,凯多却叫他儿子,是因为凯多想要的是儿子吗? 不知道大和的母亲究竟还在不在人世,大和伍逆凯多会不会与他的母亲有关? 大和捡到了玉田的航海日记,并将其当成自己的圣经,他希望自己可以变成玉田,而玉田是凯多在和之国最大的对手 自己的女儿如此叛逆凯多自然不会高兴,他用炸弹兽靠限制大和的自由,而且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大和自然对凯多没什么好感了 艾斯来到和之国,与大和讲解海贼的故事,更是勾起了大和对自由的向往 艾斯还向大和提起了陆飞,说他的这个弟弟是真的很不错,所以大和在遇见陆飞后第一时间就加入了陆飞的阵营 如果现在大和决定和陆飞一起对付自己的老爹凯多,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? 消耗凯多的力量 之前五位超新星对付凯多的时候,就各自开出自己的大招对付凯多,虽说作用并不是很明显,但是凯多的血量确实被磨低了,陆飞在与凯多对战也没有以前那么难 大和的实力并不弱,他曾打倒过乌尔提,如果大和在与凯多大胜异常,凯多可以说是受到了双重伤害 搞坏凯多心态 凯多不仅仅要承受武力上的打击,还有承受心理上的创伤,自己为什么会生出这么个玩意儿 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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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是百兽海贼团的人看到大河在与凯多战斗,心里肯定会产生不好的预感,凯多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,还怎么管好别人 小玉已经用自己的果实能力者控制了不少人造恶魔果实能力者,只要她一声令下,许多百兽团的人都会防水 小伙伴们认为大河会成为打败凯多的关键吗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!再见!